英美兩國軍隊離開在阿富汗的基地 將對付塔利班的保安任務移交給阿富汗部隊 爭奪科巴黎控制權的戰爭仍然繼續 而美國為首的控襲繼續進行 伊拉克部隊預計在這個星期到達 羅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 將會承認在烏克蘭東部分裂地區舉行的選舉結果 數以千計的香港示威者撐散 紀念爭取真普選抗議活動舉行一個月 加山藝術家在廢墟當中塑造泥索 向最近戰鬥當中流離失所的人致意